在梅西返回到了巴塞罗那进行度假后 大家也非常关心梅西会干一些什么事情 毕竟这个敏感时期 梅西也处在续约的关键时间点中 返回巴塞罗那不可能是和续约没有任何关系的 而记者也直接报道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梅西即将和巴塞的多位前队友展开聚餐 这次的秘密聚餐中 梅西也将会和队友们讨论未来的去处 和关于是否回归巴塞进行讨论 这次的聚餐梅西早就想要举行了 毕竟巴塞虽然是梅西成名球队 但毕竟拉波尔塔送走了梅西 现在球队也迎来了来外和拉菲尼亚这些新前锋 梅西想要回归也需要和老队友们商谈好一些事情 这次的聚餐中梅西对于回归问题上的咨询 主要也集中在巴塞的未来规划 还有球队的战术提法是否还适合自己 虽然自己的老大哥哈维是球队主帅 但毕竟哈维现在需要为巴塞的利益考虑 不可能为了梅西就改变战术打法 梅西回归之后肯定是需要适应巴塞的踢法 而巴塞如今是靠防守立足吸甲 在本赛季的比赛中 巴塞基本都是小比分零封对手 这种发挥也需要全队都参与到防守之中 而梅西的年龄和体能问题 很有可能会无法支撑他在防守端持续贡献力量 但巴塞这些老队友肯定是希望梅西回归道 回归巴塞就可以不受姆巴佩气了 在巴塞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踢球风格比赛 而不是单方面的为姆巴佩服务进行传球 大巴黎本赛季表现不佳 很大原因就是球队除了梅西和姆巴佩外 在进攻端实在是没有能够拿得出手的球员了 特别是在内马尔受伤之后 大巴黎前锋线上的问题也直接暴露出来了 而大巴黎也准备在下窗 直接送走球队20岁前锋埃基蒂克了 本赛季大巴黎引入埃基蒂克 还是相当看好这位年轻前锋的 加尔蒂给了他相当多机会 但埃基蒂克出场27次 仅仅打入四球的发挥 显然是无法在大巴黎这种豪门球队立足的 特别是埃基蒂克的球风还是相当独的 在场上经常性的无视队友要求 自己选择打门 但埃基蒂克的射门和把握机会能力 又不足以支撑他的野心 这就让大巴黎球迷对他相当不满意了 其实最为知名的画面 应该是埃基蒂克在场上 无视梅西举手要求直接射门 然一脚踢飞到了看台上的画面 可以说埃基蒂克这种实力不佳 但是脾气还大 对于梅西和内玛尔都不是很服气的球员 确实是不适合大巴黎了 球队也对他下达了逐克令 让埃基蒂克这个夏天直接回到兰斯 不得不说埃基蒂克在大巴黎更衣室 还是相当具有地位的 多次采访中都报道过 他在更衣室很受法国帮队友欢迎 因为是法国本土球员 埃基蒂克对于姆巴佩是相当讨好的 多次支持姆总成为球队老大 也让姆巴佩对于这位小老弟相当关照 这次知道大巴黎想要清洗自己 埃基蒂克其实是不愿意离队的 但无奈讨好姆总也是白搭 大巴黎方面是铁了心 想要清洗掉这位混子前锋了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